就是说这个当然大家知道 这个以色列就很强悍嘛 他叫联合国把这个在黎巴嫩的 维和部队给撤出去 那当然联合国没有答应了 但是大家注意到的是 在这个黎巴嫩维和部队当中 有400名中国的这个士兵 在这里总共是418名 目前是48个国家 超过1万名军人驻扎在这个以色列 那9月19号的时候 当时有这件事 就是说呢这个炸弹落下 那当时我们看到 距离这个维和部队呢 非常近大概只有700多米而已 非常近差点炸到 所以要求这个维和部队撤离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 也就是说呢 这个将来如果说是派坦克部队 他有没有可能包围这些维和士兵啊 你知道以色列一封起来 是谁都管不住的 当你说话他会直接去打 不太可能 但至少我的意思说 有时候炮弹不长眼对吧 那有时候掉下来 那我可以讲是我是打歪了或怎样 所以大家还是很关心 特别是大陆的网友 410名在维和部队的驻守 中国官兵会有危险吗 不是不可能会有危险 因为以色列 你看以色列是怎么打 加萨走廊跟黎巴嫩 他说这个地方有真主打 这个地方有哈马斯 我就砰就打去 学校有我也打 医院有我也打 我全部都打 然后打中了 不然误伤 拍谁 谁叫你刚好在那边 就是这样子 以色列就是这种态度啊 所以这一次摆明是故意丢的 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了 实际上联合国在加萨走廊 伤亡很多人 对对对对 以色列没在管 甚至上次有一个车队 上面直接都是联合国的旗帜 他照轰 记者都死一百多人 对所以这就是 以色列的作风就是这样啊 那当然维和部队 因为有多国在这个地方 所以以色列只是先丢个炸弹 离你很近警告一下 告诉你 你如果再接近我 不一定炸弹会炸中谁 叫你自动撤退 因为维和部队的目的只是维和 他并不是真的要去跟你作战的部队 所以就是要逼你们远离 远离好干什么你知道 那就没人管得了我 我高兴干嘛就干嘛 以色列就是这么霸道的一个作风 那全世界本来只有美国 可以稍微约束他 那美国现在已经无能为力 我觉得大概就只能让以色列为所欲为 另外你觉得中国的维和部队 会有危险吗 我认为以色列在方面会有所克制 但是炮弹不长眼 我们看到在那个缅甸北部的 那些包含丹邦 还包含的那个国杆三兄弟 有时候炮弹还飞到打到那个 那是因为缅甸的正规军 没有那么厉害 那以色列就不一样 以色列的精准度就会比较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 这一次的话在宜兰地区 插旗插旗是占领 是一个主权的正装 这是我的 所以这个是以色列军方受益 还是说小兵自己临时起 没有那旗子还带到的 对不对 打仗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 每一个都有这些武器 这些枪还有火箭筒都带到的 你怎么可以带个旗子 这刻意而为之 这是刻意而为之 所以这个依涵很明显 那美国现在说不妥 然后呢 当然不妥 以色列就会拔掉吗 以色列不会拔掉 他来谈调 这是他筹码 将来要还给这个黎巴嫩 那来谈 跟谁谈 因为他有优势 哪怕是黎巴嫩的贝鲁特的政府 还是这个我们讲的珍珠党 也跟美国谈一下 对都要谈 大家来谈 你要还是不是 你要还 对你美国要给我什么 对是这样 他先占领 那占领什么时候撤退 很难讲 要旗子都伸上去了 他这个在那个 不是光在那个黎巴嫩的兵营 村庄他也把旗伸上去了 他地方他不是说 我只在这个军事设置 我伸上他的 以色列的国旗 村庄他也站上去 对 这个是远远超乎 美国当初的想象吧 那当初我有想 他是以色列是不是想建立一个 类似在这个加沙走廊 还有在那个约旦河西岸 有个缓冲区 缓冲区是建在哪里 缓冲区不可能在以色列境内 他一定往前往北推 推到黎巴嫩的境内 建缓冲区 那缓冲区多跟少 我认为不重要 但是意义就出来了 那哪怕是占了 就五平方公里 五平方公里也很珍贵 对到此刻为止 已经打了一年 对比过去几次中东战争 这是时间拖得非常长 但结局是不是至少 有点可以确定 就是以色列还是越打越大 越打越大 这次看起来是 旗都插上去了 好 另外 今天其实白兰地这一题 今天下午 我跟介大使的 《世界越来越弩》里面 有个完整的报道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但是里面有些 最新的动态发展 我再继续问一下介大使 就是说 你看到除了这个电动车的 这个贸易大战之外 我觉得这个梨的大战 是不是也要开始了 这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的 这个副国务卿 他最近讲了一段话 说中国生产的梨 远远超过当今世界的需求 那中国的梨化学产品当中 中国占三分之二 主要用在电动车 等电池技术 过去一年 梨价格暴跌了百分之八十 就是因为中国生产过剩 还有电动车的需求下降 另外他还用了蓄意 是蓄意 这个生产过剩 那当然对此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建 也有所讲话 那当然梨在此刻为止非常重要 所以你觉得呢 接下来马上就要对这方面 高科技的部分来动手了吗 其实梨的部分 中国大陆是掌握了更多矿源 矿源还有这个制造技术 然后因为制造技术的进步 就把它价格做低了 那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其他国家的 这个梨的这个产业就受到影响 美国当然也有梨矿的产业 当然受影响 但是从全球角度来看 中国大陆提炼的技术 然后他生产的规模 进来以后把梨的价格做这么低的话 这是对人类社会一种造福 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常常就觉得 这个美国这个 他这个到底是在想什么 中国大陆把一样工业产品 把一样工业产品 对不对 重要的原料把它的价格做低 是所有的消费者受贿啊 然后你现在不是要 要把地球暖化解决吗 那你就是要怎么样 你就要少用这些燃油发动机嘛 燃油发动机 你每一个汽车都是一个制造 温室气体的一个机器 那现在通通改成什么 通通改成电车 那你自然的那个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就减低了 这是不是大家的共同目标吗 那你如果电动车 它主要的这个 它大概有四分 有大概差不多 三分之一以上的成本是电池 那电池的成本降低的话 那你电动车的使用力 它普及力就增高了 那你的地球暖化问题 就可以解决了 那这个是不是造福人类社会吗 所以美国只一切 都从自己利益出发 那什么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是怎么样 没有人买 那中国大陆是把生产 把它的成本降低了 本来你一顿要卖100块美金的 现在只要30块美金 谁造福了谁 造福了这个消费者 所以工业化的生产 本来就是以最后造成怎么样 造成这个成本不断的降低 你美国可以 美国你为了垄断 把价格弄那么高 那现在中国大陆可以做这么低 你又不同意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